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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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这北台湾 这个降雨的部分 会比中南部地区感觉更明显 好 那但是反过来说的话 空气品质来看的话 就是中南部 在今天的空气品质状况 比北部会来得更糟糕 好 那这个部分 其实这些天都是一样 那也幸好将现在反正都戴口罩了啦 所以呢就顺便也还防空污就吃了 你看现在戴口罩有有比较乐观的讲 有几个好处 防新冠病毒 防流感 你看一下流感 这个相关的确诊的状况 哇 很快的数字就下来了 否则在过年前后的话 其实还蛮严重的 那再来一个就是防空污 今天中部跟云嘉南跟高平地区 还有马祖地区都是橘色提醒 甚至说是中部以南的局部地区 可能是红色警戒 金门地区也会说是红色警戒 所以今天等于是中部以南 空气品质都还蛮糟糕的 那事实上现在看起来的状况 就已经很糟糕了 现在红色橘色提醒 其实从北部开始就有 北部地区的话 什么大园观音 桃园这些地方 目前也都是橘色提醒 那红色警戒的部分 从二龄开始 二龄轮被卖辽台西 新港 蒲子 还有台南的麻豆侧站 都已经是红色警戒了 所以不止预测里面 讲到说是金门 所以现在空气品质 其实是真的很不好 所以出门就是戴个口罩 那这个敏感出现朋友 可能要特别注意了 OK 好 所以这是有关于今天的空气品质蛮糟糕的 红色警戒或是橘色提醒 遍布在我们西半部地区 OK 好 所以这大致看起来是有关于今天湿湿凉凉 还有跟空气品质糟糕 这个相关的一些状况 那么来看每个地方详细的温度 还有降与凉凉凉 我们看到在北部地区是17到24度 降与区率60到90 中部地区19到26度 降与区率20到40 南部地区19到29 降与区率10% 在多半部地区 宜兰18到25度 降与区率80% 花洞是19到27度 降与区率10到30 外岛地区14到27度 降与区率30到70 OK 好 所以那是跟天气相关的部分 出门戴个雨具 比较保险一点 戴个口罩 什么都防 防空污 防这个流感 防新冠病毒 OK 好 那看完天气 一样接下来看的是欧 嗯啊 不是欧美股 是疫情 好疫情呢 一样的啊 目前看起来呢 必须说就是 还是在失控当中啊 失控就是并没有 在我们的掌控底下啊 而且呢这个数字呢 依旧的往上飙升啊 尤其是几个欧洲 美国啊等等 这几个国家 伊朗 好我们现在看到呢 全球的确诊人数 大概到了21万 21万5503人 死亡人数呢 接近了9000了 来到8917个人 好在中国的部分的话呢 确诊人数一样的维持在 8000 8万多 81113啊 那死亡的话呢 是3241 所以看到呢 在中国之外啊 呃这个确诊的人数 已经来到了13万 所以呢 等于是在中国之外啊 这个全球确诊的人数呢 呃是不断的在扩张当中的啊 所以等于是此消彼长的状况呢 其实是越来越明显的了 好那这个确诊人数啊 在中国之外13万 呃死亡人数在中国之外呢 来到中国之外来到了5676个人 好那所以呢 这些部分呃就是在今天看起来最新的疫情啊 啊那当中呢呃台湾其实我们的确诊人数也越来越多 在今天呃在昨天破百 啊所以希望今天能够 但是呃最近这些天我想会是不是关键了 因为先前的几个旅行团嘛啊 什么土耳其的旅行团 爱奇的旅行团啊从欧洲回来的学生啊 这些部分都会是最近确诊人数最大宗的部分啊 啊那所以这些部分的话呢 你说一个旅行团里面呃已经嗯接近10个人中标了 其他的人呃真的都会没事吗 啊就看短期之内啊这几天应该确诊人数还是会往上走啊 好那所以呢这个部分我们看今天的华尔街日报也特别点出来说中间几个国家啊是一个呃在过去第一波的时候呢被认为是全球成功的抗疫国家啊呃就是对抗疫情包括台湾新加坡香港但是呢都提到呢在第二波就是这个所谓的中国之外的啊这个其他地方第二波的涌入啊目前呢这几个地方呢都呈现了啊呃确诊人数呢开始飙高的状况啊所以很明显的呃国际之间也注意到了 台湾不止台湾啊新加坡香港这些都是我们过去很棒啊大家都觉得是竖起大拇指的但现在来说的话呢呃就是都呃这个提高警觉了好那所以呢呃这个就是为什么过去这两天一直在讲啊那我觉得看起来政府在昨天很快的也听进了大家的意见了啊很快的就决定把所有的入境啊这个部分的话呢等于是只要入境通通居家隔离14天我觉得这是一个呃等于是仅次于锁国啊 第二集啊第二个程度的一个一个封锁的状况啊但是对于目前台湾来说啊很明显的我们疫情的上升就是来自于入境啊那所以这个部分应该是呃正确的方法啊那更不用讲说呢非国籍的人士啊我们应该大家都看到了啊这个相关的就是呃非公务非商务啊如果说你没有呃拿居留证的话呢大概原则上就禁止入境了啊好所以呢这是目前呢台湾一个相关的封锁的状况 也显示出来呢呃在看到目前啊就是全球中国之外啊严峻的地方开始真的是有点倒灌啊回推到呃这些我们曾经是呃比较成功的国家那当然也包括了中国大陆啊中国大陆最近几个零星的例子也都是来自于境外比较多好那我们刚才特别讲到的是全球比较值得注意的啊 这些地方还是很快的来看一下啊这个就是集中的地区是哪些现在已经不分一二三级了啦虽然我们虽然我们政府还是会去区分这个区分一二三级已经无关乎入境了啊就是说入境不分不分级了我觉得我先前就讲了分级已经无意义了啊因为他们呢真正的去呃这个检测的比例啊其实有些每个国家都不一样相对来说其实都偏低 啊所以你去看这个确诊人数依照确诊人数去判断我们的分级制度这个分级已经缺乏意义了啊但是现在还是分啊原因当然在于说他是一个出国的旅游提醒了就是一二三级他就提醒你三级就尽量不要去嘛那二级的话呃如果你真的很重要的事情啊之类的但是我也觉得呃就是尽量不要了啦啊好那所以我们要看啊这个哪些疫情啊目前是最严重的地方啊好那除了呢这个累积的数字来看 目前当然中国还是数字最高啊但是他是确实在过去这段时间确诊的人数跟死亡的人数啊不管呃大家觉得说他的可信度多高但是我相信他也不会给自己啊呃添麻烦万一看起来呢呃呃说是往下降突然间又来一波其实会自己给自己打脸了啊所以目前看起来的话呢中国的数字就挺差不多停在那个地方好所以呢网上标依旧的是意大利意大利呢来到了35713个确诊 他的死亡人数哦已经接近哦快3000了已经快要超过快要超过中国大陆了哦可能在未来这几天他现在是2978啊所以呢目前全球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还是中国大陆是3241但是现在呢意大利已经2978个人了他单单在一天之内哦在昨天他的确诊人数呢还是增加了4207个人死亡的人数增加了475个人哦 所以大家对于他的确诊人数都是每一天哦都还是算标蛮高的啊那另外一个呢也像每一天都持续标高的啊是伊朗伊朗呢单日哦在昨天新增了1192个人单日多死了一千呃147个人目前就来到了一万七哦是确诊一千一百三十几是死亡休息再回来 音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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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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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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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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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茜茜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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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英国金融时报指数也下跌了4.05% 好,这个下跌的话 最主要是因为各国都已经开始寄出了纾困方案 但是效果有限 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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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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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居家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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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